9月28日,星期二晚上的一个岳余谈 早几天我和大家开Live的时候 我已经和大家说了 我的老友就是月阳打电话来和我投诉 现在在大陆开厂搞这个贸易 真是很大祸 真是痛苦,痛苦的声音 为什么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当晚我就和大家说 估计他不能在这个圣诞交货高风期 俱乐母臭气在这个广东省里面 实施这个限电令 还要你这些尺头皮工厂、厂商这些人 全线就是不能准用这么多电和开工 而在广东省里面就搞一个什么叫开四停三 还要晚上不准加班 佛山真是大祸 佛山还要停六开一 换句话说 这个佛山无影脚教都教不想切 真是鬼影都没有 怎样开工呢? 所以叫苦连天 好想多在香港里面 在Head Office的老友记 就不停受到大陆的厂商里面施压 希望他们就尽快 帮他们清货 给他们一些货币 他们周展 怎么办呢?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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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定一个死线就一定是要交货 交不到货 就是给一些欧佳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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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就是为了计划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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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去玩这一样的东西 刚刚看到的新闻 在这个东北距离也是大凉 而在有十多个省 都是现在玩这些 停电 限电 不能准备开工的这些情况 不能单止影响到一些生产商 厂方 那些什么东西 高功能 低轻工业 重工业 太阳工业 什么都拆掉 全线停工 而在这个萌生里面 都是很大凉 怎样解释呢 因为你温暖的南方 竟然永远都是给北方里面的好处 就是不能这么冷 现在踏入这个 凑备这个十月份 这个东北三省里面 已经开始步入这个初冬 含家产只有五度 晚上或者十度以下 凍到高宿 现在还没有弄得供电 这样搞法在夜晚里面 就是抱着睡着 都受不了这个丢寒 突然之间不准供电 可以在沈阳省里面 就更大想 不想供电影 怎样影响到那些民生呢 路边里面就没有这个街灯 然后你走着嘴巴 老大 捕一下脱褲 捕一下拖屁了 对吧 强奸非礼 什么的治安 有很大的问题 隔天 segundo 这把车突然见到熬灯 有红灯又没有黄灯 不见到绿灯 炒车分分钟都有可能 回到工作 突然间停电又连车 好来就是由地上走到天台 几十层楼走到那样吸气 也会影响到萌生 又没有电又没有暖气 晚上就冷几几几去睡觉 你想吃饱饭去炒你才睡觉 要走开,不用想 家里面竟然没有水供应 居然没有电 怎样搞到没有水 原来这些电停了 供应这些能源之后 那家里面或者水厂里面的泵 也都是立刻停止运作 你居然了屎 你居然没有水去充屎 不要说是洗米 这样的搞法 还要追究水务局的时候 究竟你们何时才会供水给我 我不想知道 不知道何时 我也不知道 确定的日期 怎样可以通知你 总之就是不想定期 还供水了的时候 也不想知道 有多少个小时 给你们供水 那你内心等候配合国家的政策 你老妹 好了 那这样没有食物 那怎么办 好来呢 就走出去外面的店 就叫外卖 一家二家的这些 酒店茶楼全面部 就是点这个烛光来营业 那你以为 吃完饭之后 就叫你老母 拿你的手机出来 用你的电子支付去结帐 殊不知 你猜不到 因为就是停电 连电子支付都搞不成功 那就是 这十九多个省的旅游记 包括这些东三省 蘇州 浙江 广东 陆陆续续 出现这些电力短缺的问题 搞到叫苦连天 就是民不聊生 那他问老婆 为什么究竟搞不够的事情 就是去这个情况呢 那如果大家记得 这个去年 差不多这个时期 那我也记得 这个冬天的时候 中国也玩过这个大停电 应该是今年年初 如果没有记错 事源就是当时的一个奥州 就因为就是决定了 我们澳洲给这些混蛋 中国武汉肺炎 搞到黑乙腋育 脱脱皮 不脱死都不能办 就是这个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究竟这一种病毒的来源 是哪个混蛋 岔头皮 把它散播全世界 影响到我们南半球 偏遠一方 與世無爭的澳洲 都被你們這幫混蛋擠濕 真是奔口人妓 奔口碗 澳洲糟糕了 又死人 又經濟 混蛋 你現在看澳洲麥爾本 多大糟糕 限制工人要打疫苗 搞到暴斷 還中了這個地震 真是雞毛鴨血 不再把源頭拿出來 當然是去這些選民交代 去這些國民交代 不能找到 一定就要找回這個 哪個的混蛋 搞出這麼嚴重的大陶伐 當然 奔口人妓 奔口碗 奔口碗 玻璃心吳金極 人家說去找你 你中國就自己衝出來擲 衝出來擲的時候 就好像事情關了你的事 人家說要找個病毒來源的源頭 你就奔口碗 衝出來擲擲人 換句話說 無私遣見私 這件事就揚揚了出來 奔口碗落不想倒台 就是要奔口碗 限制澳洲這些進口的產品 包括奔口碗 非常美味的這些龍蝦 也都是非常好喝的這些奔口碗 紅酒 也都是非常能力的煤礦 完全都不想給進口 在不想給進口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人家的澳洲就揚揚到煤礦 這支班的No.1 非常好用的 薛巴拉斯 是吧 現在你不想讓人進口 你進口碗 在其他地方 像印尼 這些煤 釋放這些能力不夠高的時間 就不能夠發電所需的電網 就是搞得到 今年的冬天 應該是2020年到2021年的冬天 就凍到那些東三省那些 就奔口碗幾個避孕袋 在奔口碗裡都縮得 龍眼那麼小 好了 猜不到 啊 糟糕 2021年都還未能踏入嚴東 馬上就來玩這些 停電 限制電量的供應 搞得到 就是馬上過過了 真是擔心了 今年的冬季 不知道怎樣去過了 那究竟為什麼 都是勾頭了 中國做了世界工廠這麼久 現在這個武漢肺炎 搞得到它停了工一段的日子 我們香港就最清楚了 有一段時間 見到南天白雲 迫綠的海洋 衛南的天空 心亡神怡 跟著那些小鳥飛飛飛 呱呱呱這樣叫 我們就知道大陸就沒有人開工了 因為大陸一開工 不吊你了 就大膜了 真是混蛋 就好像搞貓進 拖屎不等關門 整個辦公室都吊你了 沒有烏煙瘴氣 是不是這樣說 我們香港就被他 吊你了 南方那些工廠 吹下來的吊你了 吊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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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馬安生 Republic 在這情況下 減少短端 減少了熏烈的排放 薦了這些生產的工作 香港的空氣 都吊你了 沒了 真是為了äre皇氣 有本娘可以保養 很真是清淨的天空 Annеты 和很乾淨的空氣 events 現在前一陣子 武漢肺炎開始 太熱了 大家都能控制 也需要恢復經濟 這麼一年沒有訂訂單 很多訂單都帶下來 開始工作 大家都想到了 咦 照計中國做了這麼多年的世界工廠 應付這些大量的訂單 大量的港工 照計數十多年 二十多年的經驗 供應電量 各方面的供應 或者儲電 應該已經有足夠的經驗 有足夠的實力可以應付 為什麼人衰走路打套 回頭回頭 現在搞不好做女的時期 好老實說 其實是要搞爆頭 當然要看一些資料 究竟知道到中國胡魯女 買些什麼東西藥 回頭了 以前的訂單還很多 現在剛才開始恢復一些訂單 要求一個高 demand of supply 那你沒有理由 你現在搞不好做的 一看 原來除了我剛才所說 它沒有進入澳洲的煤炭之外 搞到它的供應電的能量就少了 原來有幾樣的原因在這裏 第一 當然 近來我剛才所說的澳洲的供煤炭的情況 它買了濕之蛙的地方 應付不想到 但是當然 你有需要 你不肯跟澳洲買 你可以跟其他中介人買 那些混蛋 正宗趁你病 拿你命 即時跟澳洲 買大手入貨 然後你老婆過水 都要濕一下腳 馬上急了很多 跟著通街 你老婆最怕沒有傻子 整個14億人的大國 這麼大的傻子家分民在這裏 你老婆 你說 逼著 多高價錢 你都要跟我買 那你老婆 就取貴了這些煤炭 賣給這些笨賊的中國 原本可以便宜買的 不賣 就是你老婆 就是要走個圈 是不是 出了口再打個圈 然後回來中國 是要買貴的東西 這麼賤格的 真是你老婆 搞到這些煤炭 就非常之價格高昂 說真的 你老婆 煤價格高昂 你猜你老婆 是這個 全家產 中國共產黨 習近平會煩嗎 是你老婆 那些發電廠 那些人會煩 他拘捕著 就要把這些電 買一些貴價的煤產回來 一度電的價錢又升高了 但是又不可以加電費 全家產 這樣搞法 就搞到民不聊生 這些發電廠 就頂不順 原本可以有過剩的產能 都可以儲夠電 定給他 遲些需要 唯有買少一些的煤炭 新產少一些的電力 應付國內裏面的 demand 而應付國內的 demand 的時候 因為少了煤炭 就變成了儲不夠電 儲不夠電 就不斷 你開一部冷氣 你管著WiFi 來一個打機 跟著你開電視機 他拿著電腦 播放大電腦 在看鹹片 你越用一部電 他就發電廠 心驚又膽掉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煤產價格高昂 就頂不想順 就不可以生產這麼多電 應付不想到 你國家這個 衰電的要求 第二件事 現在突然之間 又玩一件事 是新定義 大陸最喜歡的 就是發明一些新定義 就叫做能耗商耗 控制什麼呢 就是能源消耗的總量和強度 這兩個都要進行目標性的監控 搞這件事是無他的 因為中國一直以來 就被特朗普都吊了他 又說他這個太盤放量 和這個碳達標 非常之 很高的指數 指數很高 污染世界很大 各國的壓力之下 你都要做好做醜 辦到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你都要做些事出來 跨大海口 你都要承擔 減少這些碳排放 減少這些碳達標 就要設定一定的這些目標 要中國的上下的企業 又或者公司 政府的機關 做這個目標 去做好它 就是長期的這個綠色轉型 和在短期內的經濟的穩定的成長 這樣做 當然了 大陸共產黨最喜歡喊口號 喊目標 叫了下來 你下面的地方政府 省政府 鎮政府 市政府 什麼都好 你就要聽中央的指示 如果不肯在 除了人頭落地之外 龜頭都要碰地 這樣搞法 這樣當然搞不想碰 所以現在 要追隨的這個能耗相控 突然之間 你看一看 每一個省每一個鎮 每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目標要去 而這件事情 其實不肯是心事 在十一五規劃的時候 這個共產黨開演員會 就是拍板要制定這個政策 而在一個十三五規劃的時候 就已經將它定了一些政策 決定要執行 而十四五規劃之後 就拍板你那些賤頭皮 一個人都要跟著這個目標去 在今年裡面 首度要推出一些執行的政策 而第一年推出這件事 不能通你自己當 開演員會 中央拍板的事情 你當它臭死不肯理嗎 當然不能 逼著要做 逼著要做的時候 一看 2021年 年底只有三個月 你看看我第一個年的目標 摸你的街 還有一段時間 都不肯念 那怎麼辦 懂得電制 問插數 你老母就是 就是立即全世界 突然之間限定供電 突然之間不准供電 突然之間大家要預備定 做好一個還凍水洗澡的 心理和心理的準備 搞得到你老母一獲足 完全沒有通報 沒有通知 說停就停 你老母真是不能死 完全是 這個你老母的民生 就是不能跟她的事 總之掌官意志 我說了什麼你就要跟 我說了你吃糞便 你就拿著飲館去絕 我說了要吃草 我們這群人就不肯 就拆乾淨 就照好這個草根 要過這個日子 這樣的情況 因為在年底前要達成目標 所以要加控這個制度 加控這個監控 那你老母全世界就懂電制 引發了我剛才所說的 一連串這樣的想法 老實說 在這一段時間來看 我就會覺得 碳的價錢 當然就是絕對有很大的影響 而這個影響 我覺得比目標更加嚴峻 因為很明顯 就是買碳或者能源的消耗 這個費用的成本 不停增加 而很明顯 中共在這一段時間告訴你 如果它好像 我們打機 有金手指 有secret code 有password 無限金錢 或者水頭充足的情況之下 你到底要洗糞 這麼糞便 糟糕 糟糕 狼天逼你喝雪水 點滴都要在心頭 肯定在這個金錢 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而這件事 就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 糟糕 我生產 不想到 你不想給電 我糟糕 我那些訂單 就交給別人罰錢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把工廠的老闆 糟糕 不想到原諒自盡 工廠企業倒閉 引發一連串的這些失業 工人下缸 跟著你老母親 沒飯開 沒飯開 上街就跟著鎮壓 鎮壓 社會動盪 社會動盪 就跟著你黨內反對勢力 屌刺你習近平 我想 今年這個冬天 習近平應該都很投行 但是 其他中國的公民就很可憐 因為一個國家這樣 這麼昂貴 屌你老闆 這些混蛋 現在你搞得罪 得罪全世界 自己就屌你 原本很多儲備 玩呀玩呀玩 到現在買煤的錢 你們都不夠 還要搞那些東西 一帶一路的錢 不知道能不能回來 華為 中興這些龍頭 這些科技 電訊企業 就不肯像皮糖 人家又不肯 受你玩這個五G 你現在在玩這個封關鎖角 又怕國民帶錢走 沒有新錢入 那這一劑 只是現在這個 你老闆大想獲的開端 所以 我都很擔心 中國裡面的這些公民 這些人民 我秉承著大愛博愛的心情 我送一首歌給大家 就叫做《一點燭光》 盼可將燭光較給我 讓我也發光望 寒流淚 怨同黃 關心愛 心此是陽光 希望你們 憑歌寄意 唱這首歌的時候 保持心中的暖油 抵冷 接下來這個表演 漫長的嚴冬 各位中國朋友 MING PAO TORONT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